up这个词的话大家知道有个单词叫做super对吧 super这个词的话它怎么来的啊 它是这样来的首先有个up 然后加上er我们在er有个行语啊 就这个不要就是这个er 我们放到旁边er是什么意思 它表示比较急就更加怎么样 比如说大叫big更大叫bigger 它叫更大所以er有个比较急 所以这up叫上面的意思 er就叫更上面加上一个s s我们知道它有加强游戏的行语 所以super这个单词的话它就叫最上面的意思啊 所以叫超级的意思对吧 超级啊所以它有这个意思 其实就来自于这个up加上er加上s 其实就是这个单词 当然这个应该是认识的哈 你叫认识up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了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单词啊 要学习这一组叫recover 什么recovery啊 什么discovery什么uncover 其实我们就要认识一个单词就是over就可以了啊 overover本来就是在什么什么上面啊 在什么什么上面 然后它这个c是什么意思 c表示一个圆形的东西 所以叫盖子 所以over叫上面 c叫盖子 c的字母我们讲过 它跟圆形相关 相关啊 所以呢就是上面有一个圆形的东西 所以它表示盖子 所以它的所有含义就上面有个东西 所以第一个意思叫盖子 第二个意思叫做套子 第三个意思叫书的封面 其实它就是上面的一个盖子 上面的一个圆形的东西 好的啊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啊 叫做cover cover的话 它就是说上面的一个圆形的东西 所以呢它的所有含义都这个含义 包括可以设计啊 所以就cover就将来的啊 如果你若是cover的话 这主词那就不用挤了 我们把这个相同的东西给大家圈一下 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一个前缀就行了 圈一下 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可以啊 第一个叫recover re我们说过re它有两个含义啊 第一个含义叫做back 第二个含义叫again 我跟他说一下 其实是有一点点规律的 你可以记一下 如果后面跟的是个动词啊 就re后面加的是个动词的话 一般来说它是back的意思 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啊 所以你可以这样记 一般情况下如果后面是动词的话 re的意思一般来说是back啊 要记住一下就可以 所以你看一下 这cover 它其实可以做动词 但它也可以做名词 那re的话就有往回的意思 像回收 就把盖子给它拿起来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叫恢复的意思 也叫痊愈的意思 什么叫恢复 什么叫痊愈 痊愈就是我们的啊 比如说手受伤了 或者脚受伤了 有一道划痕 这个划痕愈合了 就是那个好像上面结了一个加 那个加就是类似于一个盖子 盖在上面 所以它就这样一个 含义叫recover啊recover 好的我们看一下加了一个y y的话我们之前讲过 y有两个词性 要么做名词 要么做形容词 形容词 名词的话我们举的是一个例子叫money 形容词的话叫money 就许多所以y就是一个这里是个名词 好的我们看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的话用了一个dis 叫discover dis有两个含义 dis就是一个字叫非 他应该很熟悉了对吧 非有什么含义 叫否定的含义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叫分开 分开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把这个盖子给它拿开 那不就发现吗 然后盖子拿开他就发现 然后就是y也是个名词 名词 然后后面的话这里有个单词叫uncover un的话表示一个否定 我们换一个颜色 un表示否定 un表示一个否定 否定就是什么 不盖盖子 不盖盖子 那就是叫揭开的意思 啊